大家好,我是刘璐 我是宇航 今天我们来到了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2025年第九届亚洲东迅动会的脚步日益临近 现在这座城市倒退充满着亚东元素、亚东氛围 那么来到哈尔滨如何打卡亚东周边呢 今天就跟随着我们脚步一起去看看吧 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到的是位于哈尔滨纪红桥下的亚东主题彩绘墙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同事宇航已经迫不期待的拿出相机开始拍照了 怎么样宇航逛了一圈感受不合 这里真的非常适合拍照 这座彩绘墙大约57米长高约7.5米 里面涵盖着哈尔滨的滴血文化 特色的建筑以及努力新美食 特别是里面还涵盖了一些亚东会的严肃 比如说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亚东会的吉祥物 冰冰正在打冰球 以及这里我们的冰冰和妮妮在冰雪大世界和我们的游客一起唱完 相信这里将会成为各国运动员们的热门打卡地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着这幅彩绘墙的指引去中央大纪 看一看那里的亚东氛围怎么样 出发了 那现在呢 在我们身后的就是位于中央大街的第九届亚东会盗窃时的景观雕塑卡 像这样的雕塑啊 在我们的哈尔滨呢 更有十处 那每一处的景观雕塑呢 都成为了过往市民和游客们 必不可少感受亚东氛围的打卡点位 没错像我们身后的这个倒计石盘雕塑主要是以丁香子和丁青蓝为主要色调 展现了哈尔滨欧陆之城的建筑特色 是第一次来哈尔滨 到时候打算给家里人带点哈尔滨的红肠 还有像那些亚东会的纪念品 因为它就有这个群众基础 另外一个它这个得天夺后的自然条件也在这 所以说呢它这个举办亚东会我觉得应该是能够圆满成功 咱们都很期待 那么我们感受亚东氛围的最后一站就来到了亚东会特许商品旗舰店 你好欢迎光临 你好正好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就是目前我们亚东会特许商品的品类都有什么 然后我看现场有很多的游客 他们都比较中意的是哪些款式呢 我们现在亚东会的具体商品大概有玩偶类 手办类 盲盒类 背包类 冰箱贴 还有一些限量款的纪念品 现在亚东会的商品最受大家游客喜欢的一共有三种盲盒类 你们也可以亲自拆一下盲盒 感受一下这个拆盲盒的快感 给大家看看我刚拆出来的 极富东北的特色 然后它这个手杖还可以转 它这个是东北的二人转形式做了一款 它的前面是用东北的大银花做成了一个肚兜 前几年来哈尔滨都是买是黑木尔 然后那些东北的特产 今年逛到哈尔滨 不一样 然后这些产品的话我是买给亲戚朋友的 因为之前我听说 96年哈尔滨办过一场亚东会的 哈尔滨也是双亚东之城 我希望哈尔滨借助亚东会会越来越好 哈尔滨的亚东氛围你感受到了吗 也让我们一同期待第九届亚东会的到来吧